大家好 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了PHP中的这个命令链模式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MVC模式 好 下面我们开始 MVC模式也不但是新技术 也不是新名词 但是我们能看一下国外的一些开源的PHP开发框架 或是国内的开源的这些软件 对吧 我们就经常能见到所谓的MVC MVC三个字母的含义大家都很清楚 M表示这个model负责数据户的操作对吧 V表示view是试图负责model调取这些数据 再使用模板展示出最终的效果 而C就是我们的controller层 它是程序的入口 决定该调用哪个view 并告诉这个仕途该做什么 而我们的这个MVC 它有些优点 优点就是第一个 它是分工明确的 对吧 我们把数据库相关的一些操作 以及业务逻辑和页面展示分开了 并且第二个 它是松偶核的 我们如果不懂得 这个设计模式 根本不知道生活和可能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会把这个模块部分分为数据库抽象层 数据操作层和业务逻辑层 而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抽象层一般会支持多种数据库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让我们的应用程序快速的更坏数据库 也方便我们的应用与其他类型数据库交互 同时 更强大的我们可能还会有列阶管理器 从而对大型网站的分库操作分表操作的支持 数据库抽象层可以通过向导生成静态的这个ORM层 或者是提供动态的ORM层 但是我们试图部分 实际也是一样的 因为本来是给PC浏览器用的 如果哪一天要用上手机页面 我们只要添加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可以共用 对吧 这就是它一个松我盒 然后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共享与集中的这个处理 在我们的这个控制器里面 它是一个完全将流程 按面向对象这个方式的设计的 第四个优点就是我们的这个MVC程序 它是一个完全的这个面向对象 多数只有一个客户端请求入口 应用往往基于这个文件进行配置或者是修改 其他的全部都是class 我们详细讲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作用 这个M 它是模型 对吧 它是业务逻辑数据的集合 数据库操作 辅导的逻辑运算 都在这个M层 按照功能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把项目模块分成一个一个模型 模型间的呕吼性 减少 这样的话有利于项目以后的扩展和修养 对吧 而我们这个C 就是我们的控制器 用户所有的请求都会发送到控制器 由控制器调用对应的模型和视图 例如假如我们请求这个index.phb 对吧 那其实index.phb里面它不会涉及到任何的数据 不操作和逻辑操作 它只会找到的对应的就可能是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controller 是index.phb 对吧 找到我们这个 控制这个类 然后调用里面对应的模型 把相应的参数传给这个模型 让模型处理完之后 调用对应的视图 视图再展示出来 对吧 而我们的视图 就是我们web技术中 最常见的 就是基本上由html xml语言组成的这个界面 对吧 以前的web界面 它是使图跟模型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杂乱的代码 往后的维护非常麻烦 而我们现在使用mvc的话 往后的维护非常方便 mvc的思想 它不是为了某种语言而设计的 它适合所有的面向对象的语言 比如我们在加欧里面的struct框架 对吧 还有这个havenate spring 是吧 而我们在phb内的这个开源出来的框架 就更多了 例如我们的tend framework sync php cag php ci 对吧 它都是很好的实现mvc的思想 并且他们使用了大量的gof设计模式 开发人员如果基于我们这些框架来做项目开发的话 开发效率和代码这样都会大幅度提升的 很适合多人协作开发的这个项目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vc的这个定义图 好我们打开 来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过来 它会根据这个路径映示到我们的这个控制器文件 我们的控制器文件呢就会调用我们这个model 调用到我们的model获取一些数据对吧 获取到一些数据之后再调用我们的这个视图 做成渲染 所以其实在这个视图里面 调用的数据来源就是这个model 然后这个就是大体的一个流程 好在我们这个理想 理想的这个mvc环境中通讯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 就是请求过来我们调用model对吧 然后model调用完之后我们在调用视图展示 视图里面可能它会有一些数据 都是从model里面获取对吧 然后在渲染视图里面 就渲染模型里面的数据做一个层展示 然后就htt返回 这是一个理想的这个mvc的环境对吧 好我们讲这么多 来我们看一个视例 就是我们这个左边的这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我们使用的是Y这个开源框架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控制器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model 那分层非常明显 这是它的model 然后它的视图view 而我在视图里面呢 我因为我自己采用了自定义的这个view 所以我扩展一下 这是我的皮肤在这里 默认它是在这里的啊 默认它是使用这个views目录的 我给这个应用重新定义了一套皮肤 所以我就在这里 装这样一个 非常明显对吧 项目管理起来非常简单 而我们分块也很简单 假如我就写这个控制器 你就写这个对吧 然后我们各自写各自的model 并且我们还有各自的这个视图 视图都对应的一个目录的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分工操作非常明确 也有利于我们的协作 好 这一刻我就在这里了